哈 各种系列呀什么的 算是比较多了啊 但是这个元祖高达呀 作为咱们这个高达老祖宗 这头一次讲啊 说来比较惭愧 这个估计快做了一百七了吧 算到之前的 这款模型呢 是这个HG超越全球版的这个元祖啊 这款模型的热度也是相当的高啊 尤其是这款模型的峰会 我超级喜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这款模型的这个峰会啊 真的是 我觉得做的用心了啊 这个这个我 至少我感觉就是这种简约 然后又非常的呃 有档次的一种感觉啊 这个HG的这个盒子 这有一个40周年纪念的这么一个logo啊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说你是一个核控的话啊 这个这个模型 我觉得强烈推荐你来一个啊 说回模型啊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元祖高达 我觉得元祖高达算得上是这种 就是你第一眼看上去啊 觉得没什么啊 就是呃 特别朴素 特别的没有那么多噱头啊 毕竟是世界上第一款高达嘛 就是设计出来的第一款高达 所以说其实早年像我小时候啊 我就特别的不喜欢元祖高达 就是甚至于看都不愿意看一样 就是买那个手办 就那特别小的那个五块钱一个的那种小模型啊 那个扎古 红的绿的我都买了 我最后我也没有买这个元祖高达 所以说呃 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偏见啊 长大以后 我其实感觉元祖看多了 就包括啊 MG 2.0 3.0 包括GTO 包括这个呃 现在这个超越全球啊 这法拉利那个就算了啊 呃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越看越好看啊 尤其是这个造型上一些细节上面啊 我觉得万代都是下了心思了 一直在优化啊 现在这个至少这个超越全球版的这个整个造型啊 我是非常满意啊 作为一个HG来讲 我是非常非常满意 而且说到这个模型啊 就是这个元祖高达 它是这个朴实无华啊 就是这个武器也是非常朴实无华的啊 就这么几个 一个是这个可以射爆驾驶舱的这个光束步枪 一个可以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可以捅爆驾驶舱的这个光束剑 有俩啊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可以这个打爆驾驶舱的这个火神炮啊 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武器配备啊 所以说 虽然说是最标准的一个基础版高达的配备 但是经典就源于此啊 这也是高达为什么会这么几十年啊 经久不衰 至少是人家老祖宗起了一个好头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款模型的细节 细节上为什么说他多了很多这个原本SG不该出现的一些非常精妙的设计呢 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首先呢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跨步啊 跨步这里是有独立的跨步角度调整的这个关节 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通过这样来调整整个这个跨 就是这个大腿与跨连接的这个部分的连接角度 这个是用来做这种像单膝跪地啊 这些比较考验就是可动性这些这些姿势的这个这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啊 有了他这些姿势做的就相对比较自然一些啊 所以说这种是HG上面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啊 如果说出现这种这样的设计 我印象中好像是没有啊 这个好像是唯一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见过其他的模型上面有啊 欢迎补充啊 就是不要说是那种啊 就是那种这种外围壳上里边终于可以那样画了 那个我觉得太基础了 像这个是独立这种调整角度的这种呢 还可以多段调整 因为它是先向下 然后呢你上面还可以再调整 这个实际上和那个是有区别的啊 这个调整起来更自由一些 接下来呢是这个 比如说像胸部这里啊 胸部这里也是有一个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这个可以用来俯身的这么一个设计啊 虽然说幅度并不是很大啊 但是这个在HG上面呃 出现的比较少 HG最常见是这里有一个球形关节连接的 那个那个非常容易掉啊 我觉得设计比较失败 就是如果说是设计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非常可以接受啊 还有呢像这个腕部这里啊 这个这个盾牌是怎么连接的呢 我们先把这个盾牌先给拆下来啊 腕部这里呢实际上啊 这个盾牌想连接是要把它这个 这样给拉出啊 这个 然后拉出 而且它不但是用来可以挂盾牌的这么一个功能 拉出以后还可以调整角度 可以调整这个腕部的角度啊 这个我觉得在一些MG上面都很难看到这样的设计啊 咱们呢现在就来看看可动性的具体表现啊 首先呢头部啊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脖子的一个关节 然后上面是一个球形的关节啊 这个可动的表现非常不错啊 基本上所有角度都可以满足你这个摆造型的需要啊 仰头也是可以仰到非常不错的一个角度 低头呢也是可以就是直接往下看啊 这个台币就厉害了 这是这是它的台币的角度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将近180度啊 这个这个测台 曲肘呢是不到180度的啊 但是也算是中规中矩中等偏上啊 腰部这里呢 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侧摆的一个设计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前后这么一个摆的设计 另外胸部也像刚才说的 有这么一个微微的一个角度的调整 最终造就了这个整个模型的这个上半身的这个 大家当面看见啊 最终造成了这个整个上半身的这个活动范围非常的巨大啊 另外呢像这个肩部这里还有这个引出关节啊 也是非常的有利于摆造型啊 前踢呢在这个撩开裙甲以后呢 可以微微的超过90度 侧踢呢在撩开裙甲以后可以将近达到90度 这个倒是并没有达到那种真一字马的程度啊 这个收尾有这么一点点的角度没有到180度 后踢这里呢 因为提供了HG少见的后裙甲可动 所以后踢的这个角度啊 是非常的大啊 将近90度 曲腿呢是可以达到180度 最后呢要说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收尾有点不足的就是这个脚踝啊 这个脚踝呢前后摆的角度非常不错 但是呢前摆会有一个穿帮呃 侧摆的角度就不太近如人意了啊 刚才在摆造型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侧摆角度的这个不足啊 会严重导致了这个战力稳定性问题啊 武器上呢枪这里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准镜的一个可动 然后以及一个握柄的一个可动 配备的装备呢除了这个盾牌 然后呢一对这个光束军刀的特效件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另一只手的这个握持手型 和另一只手的这个掌型手型 然后现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握持手型 以及一个握枪手型啊 以上呢就是这个HG超越全球版元祖的所有的配件 以及可动性的一个表现啊 怎么说呢 这个模型我觉得其他阿富吹的已经非常多了 我就不怎么吹了啊 没有入的小伙伴 又想体验HG的小伙伴啊 强烈推荐大家入一个试一试 很多人我一跟他们说HG不错啊 他们就说HG有什么好的呀 小又小 然后这个这个分件又差 然后这个可动性又差 偏见啊 你入一个这个全球版试一试啊 体验一体验 什么叫优秀的HG 体验一下这个小比例模型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